來看這位 今明三十歲的重播愛心的路線阿美 他帶到三十八位外面到中編秀團便宜 要來分散給我們進到做化療的感情朋友 希望透過他情新的經驗 他的朋友勇敢面對也來祝福他們 中秋節快樂 三十五歲阿美 掛到過面 進化氣散給每一位白髮 祝福大家都可以跟他一樣 走在空後 回合正常的生活 中秋節快樂 謝謝你 恭喜你 恭喜你 在2019年發現我有淋巴癌 然後我就一直在就醫 然後我覺得我們主要就是要相信醫生 然後相信自己可以痊癒 然後就是盡量聽醫生的話 然後讓自己 雖然說過程是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熬得過來 像我就已經熬過來了 然後我很感謝照顧我的家人還有朋友 然後我很感謝我的個管師 我的醫生還有詹醫師 就是這樣 原本醫生三個在到淋巴癌末期 前方並沒有六關 但是在醫師到家裡的人的鼓勵之下 這支面對化療定了定 再來進行自體幹細胞移植 到現在鑑細胞快樂就這樣消息 算是他的一個新生的日子 因為我們在兩年前的11月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就是幫他做一個 自體幹細胞移植 其實那時候也做得很辛苦 也是有點糾食一生的就是撐了過來這樣子 然後其實兩年後其實到10日今日 就是兩年沒有復發的話 幾乎就算痊癒了 所以說很高興就是說 他算是我們目前做的第二例 然後就是認為就是說 應該是可以痊癒的第一例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也邀請回來 就是說我們算是一個小慶生祝福他 就是說在這個新的生命裡面 可以就是有新的開始 然後新的一個處罰 重心在到健康的身體 35歲阿美賺到中秋團伊歷來送月拼 感謝醫生定團隊的用心 替他給他祝福好 多謝大家 هو新蒙林桂英